引导入座 对着镜头热情挥手 2015年两岸元首在新加坡首度同框 气氛相当和谐 如今卸任7年的马前总统即将再访中国 我觉得他的重点会放在 如何透过马英九的这样的一个到访 马其会的举办来建高马英九在国民党内部的 针对两岸路线的影响力 为期11天的和平之旅如今行程也曝光 4月1号将搭机抵达广东 分别前往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 以及孙中山故居 接着4月4号到陕西纪念皇帝参观兵马俑 而7号起重头戏登场 马英九一路向北走抵达北京后 传出有望与习近平会面 40%其实赖金德所获得权料 基本上他对于这个本土的意思是比较强烈的 会同战的对象 我个人的打问 也比我们看到的就是 支持柯文哲的或者民众港的力量 某些部分他们还是认同本土的意志 两岸紧张的关键时刻 马锡二会 中方会释出多少里多消息 还是伪之数 特别是台湾民意 普遍难以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马前总统520前的和平之旅 无异于帮助中共向赖政府施压 趁着出席加义统商会活动 赖金德再次强调 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无价 这个力量 我会在专门总统建立的路线 专门好好来维持永远好平 随着马前总统即将访中 拜访老朋友 蓝绿的两岸路线之争 再次浮出台面 金星皇强 邱伯廷采访报道